有间疗愈室阿红陪你聊心事 各位心脏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胜宏阿红心理师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敏的经验 那谈到过敏呢 应该很多人都会从小到大 也许是鼻子过敏 也许是皮肤过敏 不管你什么样的过敏 有时候吃点东西呢 也会有一些身体的症状出现 你会不会觉得过敏很奇怪 那也许慢慢的习惯了 也就适应它了 那旁边的人呢 会不会觉得你过敏很奇怪 可能很多人也过敏 大概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有一种过敏 也许现在我们还需要 慢慢的去适应它 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好怪哦 怎么会有这种过敏 那个叫做心理的敏感 就是心里面会对很多的事情会比较高敏感 这是大概在1996年 有一位爱荣博士 在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在这段时间好像在台湾慢慢的受到一些关注 那也有一些畅销书 就在谈高敏感这件事 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谈高敏感 却不受伤的七日练习 这本书呢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 叫做根本玉信 那它里面呢的写作方式 它是透过七天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一天你可以做什么 第二天做什么 第三天做什么 那简单的讲 就是它透过从自我的一个觉察探索 然后自我的一个肯定 然后去发现到 其实高敏感不一定都是坏处 那到最后告诉你 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改善 你面对的这个高敏感的状态 那这七天里面到底你要怎么做 有兴趣自己读书 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告诉大家 书里面第一天做什么 第二天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里面谈到了一些概念 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 因为敏感 所以你更要记得呵护自己 高敏感的朋友呢 常常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自己 因为呢 常常眼睛看的是外面的世界 眼睛看的是旁边的人 听到的是旁边 也许我们听不清楚的窃窃私语 然后最后在我们的心里面 产生了很多的小剧场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透过这个书的分享 来提醒大家 其实呵护自己很重要 因为当你自己都已经忘了自己的时候 那谁还注意你啊 谁还能够照顾你啊 其实只有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一个两个大的方向 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而第二部分呢 当然我想要先让大家理解什么叫做高敏感 那高敏感我们需要给一个定义 让大家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高敏感人 那如果发现自己是一个高敏感人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你就好好的听下去 好好的看我们的投影片 那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我们可以走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自我的应对跟调整 有很多人说 那看了这本书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 我觉得解决太沉重 因为有时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更何况待会我们会谈到一个研究 就会发现其实高敏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说不定它跟遗传有点点关系 所以从与生俱来的一些状态 我们来辨证自己是不是一个高敏感人 高敏感人难道都不好吗 其实还有一些还不错的地方 而且我们的社会里面如果没有高敏感人 可能我们的社会会变得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会变得很无趣 因为很多的时候这种情感的书写 好像我们很喜欢看一些书情文 看一些小说 看一些艺术的创作 那这些东西也许少了高敏感人 在这个世界上会少很多 你会发现 哇怎么世界变得这么的无趣 因为写起来的东西都硬邦邦的 换句话讲 其实高敏感有它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高敏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当你善用好处的时候 肯定自己就很重要了 那肯定自己怎么样能够做 你想做的事情 这也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进入到我们这本书 第一个部分来看一看谁是高敏感人 高敏感人到底什么样的特质 我们才称它叫做高敏感的这个特质 拥有高敏感的人呢 你可能会有以下的这一些现象 那我们来核对一下 你有没有里面的 不一定全中奖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有其中的一两个 没问题我们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高敏感人 他的特质他的状态都很不一样 有一本书叫高敏感是种天赋 他里面就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高敏感人 跟另外一个高敏感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敏感的状态不太一样 就很像说你会对食物过敏 那他会对这个花粉过敏 所以每一个人的过敏源可能不太一样 那另外呢 过敏的程度也不太一样 有些人他可能是天气一变化 鼻子就很痒 那有一些人可能要到极端的气候 他才会鼻子过敏 那到了我们的心里面的高敏感也是一样 那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第一个部分呢 你会不会有 发现自己其实个性还蛮温柔的 那有很多的时候呢 会找一步感受到周遭的一些朋友的需求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好贴心哦 人家都没有发现 你怎么就发现了 那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一种价值判断 叫做哇你这个人好温柔哦 因为好多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你注意到别人的需求 注意到别人需求 有时候也是一个负担呢 因为你不断的看到别人的需求 就忘了自己的需求 会不会啊 好那你会不会有做事的态度 非常的严谨 严谨当然是好事 可是严谨之余 我们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凡事都要亲力亲为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些事情交给别人 去帮忙做处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啊来底下这里哦 因为也许我们会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然后就有点担心哦 就是添麻烦之余 对方会不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不会做 是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好 才把它交给我啊 对方有没有这样想可能不是关键 我们自己会这样想哎 我们自己会想说 哇那我这样交出去 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啊 那我都已经来公司来了三年了 那我竟然把一个工作交给才刚来三个月的新鲜人 这会不会让他觉得 嗯啊你不是老鸟吗 你还把工作交给我 那是不是你比我还差 我们心里面会有这个小剧场 可是对方会不会有 哎其实不知道哎 但是当我们心里有的时候就会过不去 然后就会担心我会不会 嗯因为这样的做 然后造成一些副作用 好那给自己的安慰就是 哎呀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啦 添麻烦这样不好啦 可是我们真正的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害怕 好那嗯你会不会因为很怕争执 跟别人呢产生冲突 然后呢就处处都让别人 因为我们很怕 因为冲突了以后 呃那他会怎么看我 呃冲突了以后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未来我还怎么见他 好那跟他起冲突了以后 那以后嗯碰到他多尴尬 所以嗯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那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冲突的如果是你当事人 也许我们就会尽量避免跟别人冲突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可是有些时候冲突不是你跟他 可能是别人和那个另外的朋友 这是第三者 他们互相冲突 互相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很怕冲突嘛 所以就跳出来扮演一个合适老的角色 然后来扮演那个嗯 彼此之间呢怎么样呢互相协调 有时候我们的协调好了可能还不错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啊都谢谢你哦 来帮我们厘清我们之间的一些误会 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吃力不讨好 然后两面不是人 那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去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冲突起来了 那以后我们三个人见面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高敏感人哦 其实常常把很多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承担放在自己的身上 好那你会不会有整天都很担心 呃呃的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嗯担心别人看你觉得 哦那会不会你这个人呢 其实能力不好 然后也很担心别人会讨厌你 你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那或者说你会不会很容易跟别人做一些比较 哦那个同样来三年 哦来公司三年 那他已经升科长 啊我还是一个小职员 那是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好才会这个样子 好那是不是因为呃我哪哪哪个地方得罪了老板 老板才会这样对我 嗯或许那都是事实 也或许那只是你的心里的小剧场 那我要说的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呃先画了标靶 画了一个靶 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套用到那个嗯呃 命中红心的框架里面 就是不一定真的有这个状况发生 可是呢因为我们心里好吧 就说心里有鬼 好那呃好多好多的遇到的事情 就会往那个地方去解读 可是事实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搞不好人家嗯只是因为呃现在适合升迁的那个职务 好就刚好适合另外一个人那哪一天换成更适合你的哎你也升迁了也说不定哦那所以我们的小剧场哦在这个嗯心里面冒起一些想法的时候也许会去责怪自己和苛责自己说哎呦我早知道那时候不要这样子嗯呃这个这个对对我的主管没有礼貌那也就好了我早知道就对别人好一点就好了哦那呃呃 那个时候呢别人在送礼我都没有送哦那早知道我也去这个买个礼物送给谁就好了可是嗯第一那都发生过了哦也就不知道别人怎么解读第二呢你一直苛责自己其实也不一定于是无呃这个能够改变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已经于事无补了哦那我会说其实在这一些状况的背后 我们要自我觉察的是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担忧跟害怕在心里面打转哦那担忧跟害怕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它的根源也许跟我们过去的一些人生经验有关哦可能是小时候的一些经验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本来就比较细腻哦那嗯对于很多的事情就会比较担心会发生害怕会发生 其实在往内层去看我会说呃这样的朋友可能很需要是一种被接纳跟归属感就是我们一生当中都一直在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叫做我能不能被别人接纳我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归属感被别人接纳归属感要干嘛让自己的心理更安全哦所以嗯如果我们从那个马斯洛的需求层级来看的话我会说 这样的朋友呢也许特别特别有需要在安全感的部分给予自己更多更多的自信好那嗯怎么做到这件事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提醒好那呃当然谈到了这一些也许你会觉得嗯我会不会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很奇怪的人啊好那在这个世界上嗯有人跟我一样吗 那这样的人多不多啊哎相关的研究就要跟你分享了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高敏感人你真的不孤单为什么不孤单呢因为在全世界里面呢呃整个统计下来会发现大概每五个人就有一个高敏感人每五个人就有一个高敏感人哦有这么多吗哎嗯大家应该常常会说哎呦你不要这样子胡思乱想啦 你不要这样心里面好多的小剧场啦有没有常听到这些话那表示你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跟你很类似只是他们的小剧场可能他们的敏感的方向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部这个嗯已经播非常久了吼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丸子吼小丸子呢里面我最有印象的一些呃片段就是他常在那边吼然后看着他的爷爷看着他的同学吼然后呃 呃的一些行为举止他就开始在脑子里面哦我会不会是哦他会不会开始讨厌我了好那个就是高敏感的很多的里面的心里的小剧场那嗯连卡通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出现你就可想而知这种人真的还蛮普遍的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啊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因为别人只是不好意思说你只是没有看到他的内心戏那啊很多身边的人可能都跟着他 你一样只是敏感的方向不太一样哦先让自己有一个感觉你不孤单你真的不孤单哦那呃呃这个研究呢其实是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是由一个美国的精神分析的专家叫做伊莲爱荣博士他在1996年提出这一个概念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同时呢他其实只有把人分成两种类别呃我有时候 都会不太喜欢哦也不太习惯嗯这么武断的就把人做分类但是呃换个角度看有时候分类也有他的好处啦就会让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呃他的一些分类的概念背后他所要讲的概念想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哦那艾荣博士呢他就把人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高敏感型好那另外一种呢叫做积极进取型哦 哎讲到积极进取跟高敏感好像觉得嗯那是不是哎不要二分法哦不要想说后面叫做积极进取型那前面那个是不是一种比较被动消极型哎你不要马上很快速的把自己的标签贴上去哦其实积极进取有一些嗯在坊间我们的说法哦可能会比较接近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的的的这种这种感觉哦 哦有些人会说哇这个人神经好大条哦哦他神经很大条呢当然大条程度不太一样嘛哦你说哎五分之一都是高敏感型啊五分之四都神经很大条吗哦也不是啦哦那个神经大条当然有粗细之分哦那总而言之呢只要在心里面的内心系少一些些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顾虑会少一些些哦那顾虑少一些些的时候表现在行为上 就好像看起来他比较积极比较进取啊所以嗯有时候是翻译的关系啦我觉得高敏感型好像听起来也不见得很好听啊积极进取型我们也有一些语言的想象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嗯他只是一种分类的概念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事业上哦真的嗯类型当然可以做分类 可是只要理解自己的状态就好好理解自己的状态就好好这个很重要好嗯整个统计下来呢就会发现到高敏感型高敏感族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属于归类在以前以前有一个另外一个精神分析的嗯很有名的人叫荣格那荣格呢他把人分成外向型跟内向型外向型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说 哦这个人好外向哦那个好内向哦其实是从那个荣格他的分类来的哦那荣格呢他的分类也不是说哦那个就是极端的外向极端的内向其实他有光谱之分哦不是说哎内向就一定等于什么外向就一定等于什么但是我们呃大体来讲哦外向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嗯好像比较呃让你看到行为比较大而化之也好 好比较不会顾计那么多哈那说不定话也比较多哈这个比较属于外向的类型那反过来呢内向可能是想的东西比较多哈那比较会在心里面有更多更多的想法跟运作好有一个书哈也是很有趣哦叫做内向者的优势哈就是以前我们都很很这个嗯呃呃呃环境里面好像对于外向比较肯定 好然后就觉得内向好像比较怎么样呃呃其实不是的哈因为呃呃呃他只是一种第一分类第二呢我们从表向来看的话就是外向的人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啊啊内向的人可能脑子的运作会比较发达好那讲这些的原因是这样哦就是嗯整体来讲讲高敏感型我们就有一种理解就是既然高敏感那在心里面的运作 心里面的想象心里面的小剧场当然就会比较多啊好那比较多呢呃好像好像比较属于内向的那一个类别而的确是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还是有一些人他的行为表现会比较像是外向的类型好那呃呃比重大概就是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的高敏感型的人呢行为表现人家会解读哎 你也看起来蛮外向的哦呃可是呃殊不知他的脑子里面也蛮发达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有时候那个外向是被社会要求或者期待来的好换句话讲说因为我们的社会嘛都比较鼓励外向哦你不要每天闷在家里啊你要继续去交朋友啊你怎么都不讲话好像那个都是不好的所以呃本来有一些人的特质也许先天比较内向 但是因为外在环境的要求跟期待他就变成一个外向型的特质表现特别重要是最后这两个字哦表现他的内在可能还是更多更多的是内向型的特质好那这一个资料呢是从高敏感四种天赋这一本书引用来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哦好那我们就来更具体更具体的 把高敏感这个概念说清楚前面都在讲一种现象然后一种我们观察到他的行为或者是一些表现那我们再更具体一点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要回归到原始的定义这样我们比较能够更清楚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现象啊会有上面说我们这个比较纤细 然后想法比较细腻然后比较会注意到别人的一些需求为什么回到定义来看那定义呢就要回到艾荣博士他怎么对高敏感做他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呢他会说就是高敏感的人他的感知感知能力会比较深入那什么叫做感知呢就是我们有眼耳鼻舌声 那眼耳鼻舌声呢他都是用来感知外界的比方说眼睛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好就很像是那个电脑的输入系统一样键盘是用来打字啊打字才能够跟电脑沟通嘛所以你的大脑呢当然要透过我们的一些五官来做外在环境讯息的接收好这一些高敏感的朋友呢其实很棒很棒的地方我也说很棒哦就是因为有些人 那些人呢他看东西就会挂一肉弯然后如果极端一点的光谱说有高敏感人那也有那种超级低敏感人那超级低敏感人呢他的感知能力就可能会常常看东西就会露这个露那个好我们撇除掉特殊的状况像有一些学习障碍他会有这个状况好那我讲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本来就是很出现条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在感官的接收上面就会比较大而化之可是高敏感人呢很纤细哦很纤细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好处就会出现了 你如果听音乐能够听出其中的这个美角哦然后听出其中的蕴含的韵味你怎么听得出来啊为什么别人听不出来除了你有专业跟兴趣以外可能哎你的听力听觉能力也特别特别的纤细好那呃纤细当然不等于你会有高敏感 我要表达的意思说高敏感人呢他的五官在接收外界资讯的时候会比其他比较没有那么高敏感的人更细腻好更细腻好那更细腻的同时呢大家想一想哦呃我们的这个这个呃触控荧幕触控荧幕他也是用来接收我们外界的的呃给他的讯息嘛我们要点哪里点哪里 哎呃我们的触控荧幕呢就有些呃可能敏感度比较高你碰一下哎他就点进去了那用久了以后他可能越来越迟钝你就会发现他怎么点了老半天他都动也不动好刚刚我说这些高敏感的人呢他们的这个五官接收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那特别特别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很多的资讯比较好 比较会有一种感受的能力或者是去分解的能力好那换个角度说呢呃当我们讯息量大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就很像说哎呦你的触控荧幕呢只要稍微碰一下他就点进去了好啊那你可能没有要点这里就轻轻的摸一下哎啊怎么又点进去了好这就是很容易受到刺激好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声音啊影像的 刺激好因为刺激量大表示他接收的东西多嘛那什么会刺激他平常的声音平常的亮光可能都还好可是如果声音比较吵杂好比方说哇到Pub里面然后大家弄弄弄然后很声音很大他可能刚开始还很兴奋跟大家玩在一起可是很快就累了 为什么呢因为声音太吵杂了然后好像他一直很很用力的在接收很多外界的声音光线声光效果结果到最后比别人更容易累好那除了声光以外气味也是一个很容易让这一个高敏感人呃去接受到的部分哦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觉得这里味道怪怪的啊其他人就说不会啊 我觉得这里味道蛮好的啊好这也就是高敏感人他的一个嗯五官从那个内心延伸到呃我们的五官接收上面他的一个特质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呃当然接收了资讯以后你总不能接受一堆东西然后放到大脑里面就堆在那边不用吧好堆在那边其实是嗯对高敏感人是有作用的也就是他接收到 接收到一哎对应的我们脑子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出来接收到二哎对应的脑子里面又有一些反应出来好呃在高敏感的这一个特质里面我们就发现哦这些朋友情感特别的丰富所以呢说不定他只是看一部电影然后看着看着呢别人就觉得哎有一点点感动了可是有需要哭成这样吗那只是一场戏啊你有需要哭成这样吗好那就是因为 他对他对于外界的这一些讯息刺激呃呃资讯会特别特别有感受所以情感上面会比其他人更丰富哦那也呃因为这样的关系哦以上你这样听下来三个三个重点哦就是呃高敏感人的一个定义特质应该听下来都会觉得很累很累吧哈哈为什么会累很累呢因为嗯如果对于一般 没有高敏感现象的人光想你大概就会觉得哇那处理这么大量的资讯处理那么多的感觉那不累吗没有错哈他们不是比别人的精力更充沛他们也是人所以这些高敏感的朋友呢呃接收到外界的这些刺激以后 也许也会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疲累感哈疲累感哈呃如果你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话当我们理解自己有这些特色那我也会说好不好我们更呵护自己的方式是该给自己休息的时候就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休息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哦哈也不容易哦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些让自己减压的方式哈让自己呃少一点心理的这个对话哈造成困扰的方式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顾到我们之前哦谈到的例如说呃强大内心的自我对话练习哈那那一本书里面就有一些教导大家怎么样能够放松自己好好的休息 那那个部分我觉得特别对于高敏感人很重要因为我们特别容易疲累啊特别容易疲累哈好呃讲到这边也要交代一个从刚刚就一直提到的哈当我们是一个高敏感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责怪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哦那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是一个高敏感人哦好累哦虽然你刚讲说有这么多好处但我还是觉得好累哦 嗯没错哦但是有时候人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的与生俱来的特质嘛哦嗯以前都会以为人出生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其实不是的哦人出生就不是一张白纸人出生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气质与生俱来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气质你可以用遗传来来理解他当然你也可以用新时代的一些概念 就是嗯我可能是这个灵魂的功课等等的无论如何呢高敏感人与生俱来我们就会发现从新生而开始他就很容易对于一些比较强烈的刺激会有反应那个实验哦简单说就是让一些婴儿吸奶嘴那吸奶嘴吸奶嘴呢他就平稳的吸嘛 那旁边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旁边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可能他就平缓的吸奶嘴那这个奶嘴呢他就有一些感测器会去侦测这个小孩他吸的力道怎么样然后就会发现哦呃有高敏感特质的新生儿当旁边有一些音乐的变化或者就有一些声光的变化的时候他们吸奶嘴的速度跟力道就会改变 好那比较不敏感的人他就不会继续吸他的好像外界是外界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享受其中哦所以对于高敏感的朋友来说也许不是你什么时候变成高敏感或许会说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就比别人更敏感一些些好那如果从生理结构来看的话嗯高敏感人呢他的这个 有一个大脑的呃叫做镜像神经元啊镜像神经元啊是做什么用的呢呃我们人为什么会模仿别人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镜像神经元啊镜像神经元他会去揣摩对方的一些呃肢体动作一些言语表达等等啊那既然叫镜像啊就很像是镜子一样就把对方的一些状况给 给呃模仿在我们大脑里面走一遍好那呃当我们有这个这个镜像神经元的时候我们在大脑里面走一遍别人的行为动作感受都可能在那个镜像神经元里面走一遍我们才会有同理心啊不然嗯我们看到哦路上有人被打了我们可能少了镜像神经元我们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打就打打得好漂亮哦 然后还在那边欢呼这样我们不会去感受到被打的人的痛苦好所以镜像神经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大脑的结构好那在这个大脑结构里面呢嗯对于高敏感人来说镜像神经元特别的发达哎那特别发达你也可以想象他的同理心可能比别人更强哦所以呢嗯像我是心理师好那我们就会说心理师呢其实高敏感人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高敏感的话怎么当心理师哦那个对方讲了老半天我们都说哦这又哪有什么看开一点就好啦那你怎么当心理师完全无感哦所以嗯如果高敏感人从事这个心理助人工作说不定会比别人更敏锐一些哦更能会感受到对方的一些情绪哦好那这个镜像神经元这么发达好那在这个大脑的运作上面 就会接收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啊那接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呃就会 负载量过大负载量过大的时候你想像你的电脑就好了如果你给他跑很多的东西或者你的手机 同时开启很多很多的APP 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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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他就表现一个动作给你看叫当机好所以我们的大脑呢有可能能接收到这么多的东西以后他就当机了好就当机的 高敏感人之所以会觉得疲累哦我就当机了那个转速过快负载量过大那我就会觉得好累哦好累就是当机的感觉好那呃刚刚讲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也许对某些人来说高敏感是一个优势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高敏感是一个弱点是一个负担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把他发挥的很好 我可能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后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家庭环境里面 呃让他发挥的很好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呃很棒的特质 人家就会说哦他好贴心哦都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别人也很健康的看待他他也活得很开心快乐 好那有些人呢可能家庭的教养环境后就处处都是危机 好可能哪一天爸爸妈妈就要吵架了好那还没有吵架他们只是眼神一动一下我们就 说他们要吵架了好然后每天都处在这种很害怕的状态里面也许就会变成一种 敏感的负担 好所以是弱点还是优势 其实跟教养有很大的关系 好 探索高敏感的 原因 可以做一点 回顾的练习 包括 家庭的关系里面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啊会不会家庭的关系里面 出处都要让你提防 爸爸妈妈好像 情绪反复无常 你随时要待命 随时要应变 还是爸爸妈妈呢常在吵架 气氛就不太好 还是说 家庭关系里面呢 爸爸妈妈常常对你的功课要求 然后 动辄得救 会不会有过去的这些现象探索的目的不是要去怪他们 而是 理解很重要 理解很重要 那个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所以 回顾过去的家庭关系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呢 回顾你的青春期 青春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变 那在这个转变里面呢 也许也会发现 就是 我们的人际关系在那个时候 特别特别的脆弱 因为我们会跟别人做比较 然后 老师也会对 好学生特别好 然后让我们觉得 我是不是比别人差 等等的这一些 同样我也要说探索不是为了苛责谁 不是要去找 带罪羔羊 而是 理解了以后 我们要懂得走过去 那至于怎么走过去 包括我们 这一次的 的分享 还有下一次的分享 都会来教大家怎么走过去 好来 那我们 中间的段落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提问 有一题 长辈很喜欢跟邻居比较 不管是我的薪水 平常拿回家的孝亲费 甚至要我赶快结婚 不然就比不过邻居的小孩 我真的觉得很心累 请问我该怎么跟长辈沟通呢 好我要问一个问题 去改变 改变一个人 难还是简单 那你自己要改变 难还是简单 我们会说 改变真的不容易 好那 刚提问的 这个问题 就会说 我要怎么样去跟长辈沟通啊 跟长辈沟通 你可能就要改变他 好那我会说 到底改变自己比较容易 还是改变别人比较容易 因为说 那问题是 他都一直在讲我啊 我改变自己有用吗 改变是改变你对 上面所提到的这一些 状况的观点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你觉得你觉得每一个人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会在意 邻居怎么看他吗 每一个人都会在意 爸爸妈妈嫌你的 孝亲费不够多吗 好 那为什么有些人不会在意 不会在意就是 对他来讲 这件事情 我就赚这么多 不然你想怎样 然后 我就 就是天生的啊 天生就是这样啊 我又没有比别人聪明 好那要怪喔 怪 那还不是你生的 我不是说 你要学会怪爸爸妈妈 而是 找到心里的一个出口很重要 好 找到出口很重要 所以我会说 与其跟爸爸妈妈怎么样沟通 跟长辈 跟长辈怎么沟通 我们好不好先跟自己沟通一下 我们对于这一些 他所挂在嘴上的这一些 比较的话题 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我们是不是比 长辈还在意这些东西 当我们自己 看清楚 而我其实 我还有其他的优势 我可以比较不在意的时候 讲 你还可以跟他说 对呀 我一个月就是 不是只有赚两万呢 你怎么会赚这么少 对呀 因为我就念书念不好啊 好那你为什么念书念不好 不是他生的 好 所以 好就是 开心的去应对 别人说的 这个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 但是 与其说去跟长辈沟通 我会说 我们先把自己沟通好 说不定比较容易走过去 好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刚第一个部分呢 谈的是 高敏感 到底什么样的人 叫高敏感呢 好那 第二个部分 就会说 我们要先强大自己 才能够去应对外界 就是 先让我们心 比较 强大了以后 我们会少一点点担心 少一点点焦虑 少一点点害怕 好那怎么样强大自己呢 就有一些方法 要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方法 适不适用于你 先听 先不要下结论 好第1个部分呢 会说 求助 求助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时候 这一个高敏感人 就会习惯 自己把事情攒下来做 攒下来做 那攒下来做的 结果 自己会觉得很心累 好那为什么 不愿意去求助呢 哎 心魔在这里哦 心魔在这里 高敏感人呢 一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会 有一种 习惯 就会有一种习惯 就是 我不应该把它交给别人 因为 交给别人 别人可能会有一些 对我的看法 或者是 我会不会带给别人 困扰跟麻烦 好那这样的一个心魔 心魔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 经常让自己处在一个 很 心累的状态 就是 很怕去 麻烦别人 很怕别人 来 看我们的能力 觉得我们的能力不好 好 那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更重要更重要的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 其实是没有自信 对自己是 有怀疑的 我们会觉得 我好像 很多的事情是做不好的 可是 这边没有 特别列出来 因为 书上没有讲到这个概念 那我延伸讲一个 部分就是 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好 并不见得 真的会自己 表现的真的不好 而是因为 你 对于 标准 比别人更高 标准比别人更高 所以才会让我们自己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交给别人 别人就会觉得我能力不好 其实 你放眼过去 难道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 事情通通都自己做吗 那他们为什么会 愿意把 事情 请别人协助 他们难道心里面不会觉得 你已经 来公司三年了 你一定要把事情交给那个才来三个月的 你不会觉得很丢脸吗 人家会不会觉得你 能力怎么这么不好 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 他的标准就是 我 负责的部分 我会把他做好 这些事情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就交给那个会做人去做就好了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 好 所以 对于高敏感的人 那个内心系 内心系 可能反映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为什么不敢求助 第一 怕造成别人的麻烦 第二 在背后有一个心魔叫做 我交给别人 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能力不好 那我要给你破解的方法就是 其实你交给别人 人家不见得会认为你能力不好 因为 你之所以会觉得交给别人能力不好 是因为你的标准比别人高 你的标准比别人高 做到70分就已经觉得很棒了 你的标准要做90分100分你才叫做 做得完美 好 换句话讲 先破除这一个心魔 标准都是 人定的 不是 谁定的 是 你自己定的 你自己定的 不一定有人给你 不一定有人给你 好 那 当我们 要破除这个心魔的时候 也许 可以想一想 想一想 当别人 得到你的 求助的时候 别人不见得会如你想的那样看你 他搞不好会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想法就是 太棒了 原来我可以帮上这个忙 太棒了 原来你在看中我 原来你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 说不定别人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相信很多高敏感的人 会很快的否定我的说法 会说不会啊 那个人他才不是像你说那种热心助人 可是我要你放眼观察 这个人对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其他的同事 你要把事情交给他的时候 他对每一个其他同事他都不愿意帮忙吗 他是一个很孤立都不愿意帮忙 帮别人的人吗 还是只有你觉得他不愿意帮别人 他是一个不愿意帮助 别人的人 好有时候 当我们把事情交给别人做的时候 第一让他有发挥的机会 第二呢 也在给他一个概念 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可以 所以我交给你 所以当我们交事情过去给别人的时候 也许 也许换个角度想 是重要的 当然高敏感的人又会给我很多的反驳 相信 就会说我交给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脸色不太好看 那可能他昨天没有睡好 不一定是真的对你的事情 感觉到不耐烦 那我就说 不对不对 他每次都这样 他脸色每次都不好看 人家就天生脸色不好看 不然你想怎样 所以 对于高敏感的人 他永远就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 那我要说 能不能 做一次冒险 给自己一次冒险的机会 你能不能允许自己一次冒险就交给别人去做啊 那冒险看看嘛 我们不要每次都 用同样的逻辑对待自己 你冒险一次试试看 冒险两次试试看 说不定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好 提高自我肯定感的方式 除了刚刚 要记得求助以外 也要记得要走出你自己的路 走出自己的路 听起来好八股 好八股 我会这样子说 就是走出自己的路的意思是 我们常常在内心里面 对外界有很多很多的感觉 然后就会往心里去 造成自己很多很多的困扰 然后那个解读又常常是一种负面的解读 让自己担忧焦虑害怕的解读 我会说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你要不要先 学会肯定自己的方式 是 难道你从小到大 都没有被别人称赞过吗 最近有没有被称赞过的经验 好 我常会 觉得 就是 当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 那我的脑子里面就会马上 起警报 就是 那高敏感人怎么会 可能怎么回答我 有一些高敏感人 可能会说 哎呀 他们都是客套 他们都客气 称赞我又不一定是真的 哎好你姑且相信一次会死吗 就是 你一定要这样吗 你一定要这样 人家 不管他是不是真心称赞你 能不能想一下 你也曾经被称赞过 我不 我不相信你从小到大都没有被称赞过 回想一下 昨天没有前天没有 那前年有没有 所以 别人是不是真心称赞你 其实只有当事人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先相信别人是真心称赞你 可不可以先相信 好吧 那你说 十个里面 不不可能每个都是真心称赞我了 好吧 那你能不能十个里面有五个 你列出五个 你先相信 所以 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被称赞的经验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为 你就会发现 自己其实没有 自己 评价人那么的 不好 那在别人的眼光里 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的不好 也没有那么的 动辄得救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 喜欢你的 好 那有时候呢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会勉强自己 就是为了要迎合别人 然后 我明明不喜欢 我就要迎合别人 那就 表现出 说没关系 我也还蛮喜欢的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群朋友 要一起出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就问说要吃什么 随便 然后 那我们去吃牛肉面 你不太吃牛肉 你说 好啊 我也蛮喜欢吃牛肉面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讲的很违心之论 心里面会马上那个 警笛就会想起 可能内心里面就想说 其实我不太爱吃牛肉面 我也不太能吃牛肉面 可是 我不去的话 那朋友会怎么看我 我们要学会一件事 学会一件事 就是 让别人知道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是重要的 因为 别人才会知道怎么对待 好这个关卡我相信很难 可是 我们能不能从 现在开始 我一个礼拜给自己一次表现出我 喜欢跟不喜欢的态度 一个礼拜就一次就好 先不多 一个礼拜一次就好 可不可以 好我们 先从 小的练习开始 好 那 底下这个我最喜欢 用对待好友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你想一想 别人会 在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是你的好朋友 别人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会去安慰他 别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没关系 然后你会去帮忙他 你好热衷在对待你的好朋友 可是你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一个礼拜一次就好 我的标准很低 一个礼拜一次就好 用对待好朋友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 你会愿意请好朋友去 吃个饭 虽然你 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然后每次都省吃减用 你能不能 对自己好一点 对待好朋友的方式 一个礼拜请自己吃一顿 好一点的饭 举例来说 所以 用对待好朋友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好 承认自己好跟不好的部分 这个当然需要有一些过程 那我觉得 接受自己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这件事情能不能 让我们开始来 小小的 练习 然后 接受自己 对呀 我就是有一个部分 就没有那么好啊 但我有另外一个部分还不错 就是想想别人称赞你的部分 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在 让自己慢慢的累积 一些小小的改变 当你发现自己的有一些小小的改变的时候 好好的称赞一下自己 好好的称赞一下努力的自己 因为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努力了 好 底下这个呢 划清界限 勇于说不 我记得 去年 我们分享 分享一本书 就是 转念的力量 里面就谈到 这到底是谁的事 这到底是谁的事 你遇到了这个 这到底是谁的事 好那个练习很重要 那就在划清界限 就是 嗯 归你的事 好那就归你 不归你的事 我们要学会划清界限 好那有兴趣 回去那个 转念的力量去 复习一下怎么做 好 呃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许你会觉得 然后让我一天到晚被讨厌 很很很辛苦 有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的书名真好 我们要练习 你说 被讨厌的勇气 然后那么容易呀 在人际上面就很难 对 人际上面呢 当我们 做一些 改变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迎合别人 以前都迎合别人 那后来呢 我们开始学会 我不要再迎合别人了 我不喜欢吃牛肉面 就是说 可是我不能吃牛肉 我们开始不迎合别人了 别人会不会 开始觉得你很奇怪 会 因为你以前又不是这个样子 你以前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人 现在又不是 所以别人会很不习惯 从那一刻开始 以前习惯迎合 你迎合别人的 这些朋友 他们可能会不习惯 于是乎呢 你就会产生一种 状况 状况就是会开始 出现 朋友的过滤 就是朋友 不不在 像以前 每一个朋友都会 都 都好像跟你 很好 可是 你回想一下 会不会你 跟某些朋友在一起 其实心还蛮累 那为什么你会心累 因为你都要迎合别人 都要配合别人 慢慢的 刚开始 人家发现到 原来你 开始在做自己了 开始不太迎合别人 开始划清界限 开始说不了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你开始 练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些人开始 离你而去 离你而去好不好 好好的想一想 该留的人 他还是会留下来的 该留的人还是会留下来的 因为 你有看过一个人真心跟别人交朋友 然后他一辈子都没有朋友 你有看过一辈子都没有朋友 但他很真心的跟别人交朋友 然后他很 勇于表现 就是 我就喜欢 看漫画 我就喜欢 看海 他会不会就交到 一群喜欢看漫画跟看海的朋友 所以 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做自己的时候 人生就不太一样 有一句话说 你要学会做自己 因为 别人都已经有人做 你们要学做别人 别人都已经有人做 所以你要学会做自己 这是有点心灵鸡汤的话 可是我觉得 的确 当我们做自己的时候 朋友 当然会 慢慢的 经过一些过滤 可是 真正好的朋友 他会留下来的 因为 他们懂得你 喜欢什么 好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 提问 有一题 妈妈是个把生活重心都放在家庭的人 我知道他对我有很高的期望 但只要我没达到他的要求 他就会一直碎念 我现在都不想跟他分享我的心情了 怕只要我一说他又要碎念 好 我觉得这一个朋友呢 很在乎妈妈 很重视妈妈 也很爱妈妈 那先给自己这一个肯定 我觉得 爱妈妈 觉得妈妈是一个重要的人 这件事情是 OK的 OK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同时喜欢一个人 也觉得 有一些部分我不太喜欢他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的啊 你有没有绝对很喜欢的东西 你对他 只有 只有好的评价 没有任何坏的评价 我们可能 我好喜欢这个公仔 可是 硬要说 这个公仔有什么缺点 你可能还是说得出来 那有没有影响到你喜欢那个公仔 没有啊 你还是喜欢 所以我们可以 同时喜欢一个人 同时 觉得 他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OK的 先 让自己有这个接受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接受另外一件事 妈妈有妈妈的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妈妈有妈妈的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妈妈爱碎念 改变他是不容易的 你要 不碎念除了你把他的嘴巴缝起来 他就不 没办法嘛 就是一个爱碎念的人 你可不可以接受 那 我不要成为那个被碎念的对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可以怎么办 我不要再跟妈妈分享那些 那你可不可以找到别人去分享 说我就不知道跟谁分享 好开始 找朋友 找合适的朋友很重要 那一开始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朋友 去青土新生 没关系嘛 房间也有一些什么 这个听你说专线 然后 什么张老师专线 你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聊聊天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接纳 妈妈有妈妈的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不要再听妈妈碎念了 但我好爱妈妈 好 那 不要听妈妈碎念的方法 就是不要再跟她说 我的一些心理的话了 那不要说 那我 话往哪里去 我们就找别的地方去说 找不到怎么办 听你说专线 张老师专线欢迎你 好吗 好 来 我们下一 集的预告 下一集的预告 也还是一样延续我们的 高敏感这个话题 那 对某些人来说 那个某些人 包括 心理的障碍 跟身体的障碍 好 那心理障碍 有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障碍 或者还不到障碍 可是我们心里面总会有一些过不去的 的事情 那像这些族群 的确有一些让他不得不敏感的事 所以我们 下一次的单元就要来跟大家 谈一谈 叫我如何不敏感 给障碍 朋友的应对 锦囊 学习面对那些 让你 不快乐 让你不快的差别对待 和异样的眼光 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下一次的单元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 在线上的聆听跟收看 我们下一次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